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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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味料理so easy 幸福之味enjoy 歡迎收看解除好料理 我是小琪 我是小高 我是志杰 志杰 志杰小高好 大家好 今天一款也知道要煮姑姑 姑姑大餐 姑姑 但是今天煮這是黃色的米 米... 這是什麼 這米很特別喔 長米... 這長長這樣耶 像泰國米耶 沒看過的米 這是哪裡的米呢 這個不是米 為什麼 這是一種麵 這一則是義大利的米麵 米形麵 米形麵 它的原料是杜蘭小麥粉 杜蘭小麥粉 跟我們的義大利麵是一樣 然後加入蛋黃去做的 今天要做的料理是 這是菌菇送入米形麵 所需要的食材油 義大利米麵 香菇 紅喜菇 黑美人菇 洋菇 洋蔥 還有蒜頭 所需要的醬料油 松露醬 鮮奶油 玄米油 帕瑪森起司 芝麻葉 鹽 還有黑胡椒 好 我們煮呢 我們先需要的是在水裡面 加入鹽巴 鹽巴多一點沒關係 這是要煮那個米的嗎 要煮那個米 鹽巴進來 只要稍微微滾 米就進來了 現在也算這個撒米 對 五六分鐘 我們就去撒米 這也是我們的撒米的意思 撒米的過程中 我們請琪姐幫我把菇啊 把它剝水 我要幹嘛 把我攪拌這個米 說像這種米形麵 鹽巴固 大概六分鐘 好 那這邊呢 我們用到的菌菇啊 剛剛其實在播的時候 有發現有兩種菇嗎 沒有 沒有啊 有嗎 我們裡面呢 有一種比較肥厚的 比較像杏鮑菇的 還有一種是 紅喜菇 然後我們 帶入一點洋菇 香菇 還有一些辛香料 好 那這個是香菇的梗 梗的地方最香 不要去浪費它 好 那我們看這個米 它有一點通透了有沒有 好 像這樣子我們就差不多了 有點微浮起來 然後通透了 因為我們待會兒還要煮 還要繼續煮 還要煮 我來給你煮 交給你了 OK 好的 大功告成 現在要來做它的醬汁 琪姐記得菇類的 要怎麼處理它們 先不下油 下去煸 先不下油 讓這個菇的香氣啊 它的一些多湯體可以上來 下來就開大火 不用客氣 好 今天用手在炒嗎 對 沒問題 我都不怕先 把它鋪平 盡量先鋪多平就多平 讓它每一個麵都可以接觸到我們的鍋子 好 像這樣子 味道出來啊 然後它顏色有上來 就很好 所以之後我們的油就可以下來了 菇類在煎的時候 應該有會出一點水對不對 對 但是如果你全程保持中大火 就不會 就比較不會 油進來之後啊 我們的洋蔥這時候下 通常是鹹鹹香的 那個菇的味道香 這樣 這時候進來 好餓喔 好香喔 鮮奶油 鮮奶油 家裡有鮮奶也可以用 我們這邊用鮮奶油比較香 鮮奶油進來 就會把鍋底這些 有顏色的都洗出來 然後這樣子就會變得褐色的很漂亮 剛剛的鮮奶油我們再加一些水 好 這邊啊 我們不用加什麼味精啊什麼的 都不用 我們就加鹽巴 鹽巴 淡淡的 然後先黑胡椒 黑胡椒 提味 然後我們的麵 放進去 可以了嗎 然後都先泡到 這邊呢一樣就是中火 讓它煮了大概三分鐘 兩到三分鐘 好 那我們大概兩分鐘左右 你看這個鍋底 這樣子都吸進去 這個時候可以拿一個湯匙 好來 這邊呢 我們的最後麵再加這個 松露醬 把它拌進去 對 拌進來 松露醬的東西 不要去長時間煮它 味道會揮發 所以我們進來就把它攪拌 然後預熱那個味道就會沖上 好香喔 來 這邊 好香喔 好香喔 裝盤啊我們撒一點 帕馬生的起司 嗯 帕馬生 撒在上面就 這個芝麻葉 任何一種生菜啊 點在上面就可以了 然後裝飾一下 好 那我們的 菌菇松露米其麵就完成了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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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很滑順啊這種 這種 其實真的再加一點 米其麵就好吃了 咱們的米其麵啊 嗯 嗯 好意大利喔 非常意大利 很意大利 老師這道菜叫做 菌菇松露米其麵 讚好吃 非常的好吃喔 對 這裡面滿滿豐富的 都是我們這個菌菇的味道 對 還有那個松露嘛 對 菌菇 真的耶 這個非常高級的一道料理 對 那你想要學這道菜 怎麼做的話 我們夾這個網址在這邊喔 嗯 上網上去 真的很好吃 對 不困難 是 很簡單耶 要看要做喔 結束好料理下次見 掰掰